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3月1號 預算案 星期三公佈 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同一天結束訪港的行程 夏寶龍流港期間真的馬不停蹄 不斷派定心院唱好香港 重新中央支持香港 整個行程著眼經濟民生 就很少說 其實都是剛剛進入微星的基本法23條立法的諮詢 那些就是辣東西 避談一些辣東西 說一些適合的東西 客觀上就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新一份預算案 營造一個最少表面的良好的氣氛 但是香港面對經濟乏力赤字相當嚴重的情況之下 公眾對這份預算案派堂就基本上是零期望 市民其實那個期望就已經是自己就已經降低了 實際上政府其實就更加有空間 用一些所謂低成本高回報的一些做法 令到社會 令到市民對這份預算案公佈之後 感覺良好些 問責高官減薪 這個就真是本少 就算減5% 10% 其實是些什麼的錢呢 給一次煙花可能一百幾十萬 但是那個政治回報當然也未必說會很大 但至少觀感上總會有一些作用 大家都會拿來講一下 過了一年兩年那些人還會講回 2024年的預算案當時的政府高官 請問責高官 帶頭減薪或者主動減薪 加上現在生活艱難 很多市民其實對政府 對新的政府高官都有各種各樣的怨氣 官員自動自覺減薪的話 最少令到市民所謂矯一些消氣 當然了 高官最終就守住自己的荷包 守住了荷包 但失去了帶頭和市民 共渡時間可以釋放出一些正能量的機會 網媒香港01在預算案公佈之前 就進行了一個網上的民調 結果其實就很清晰一面倒 八成三的市民 網民 贊成問責高官減薪 大幅拋離他們要求要凍結公務原編債 押後一些非緊急工程或者削減開支 就是這些的訴求 預算案公佈這份預算案赤字就真的大幅飄升 過了千億 接著下來赤字 出現赤字都要更長的時間去回復正常 公務員編制就零增長了 很多部門 各個部門都要減少經常性開支 公務員減薪當然如果是公務員減薪 那個影響就相當的廣泛 十七八萬的公務員 還有很多資助機構等等 再可能會帶動到私人市場減薪等等 當然這個是必然會令到香港的消費市場 整個市面 整個市道 雪上加上 這個其實都很明顯 明顯社會上也都沒有人這樣提 至少這個階段 但是問責團隊減薪是另一件事 對消費市場市道等等 其實是毫無負面的影響 完全是值得想 值得做 蔡葉在一個預算案的論壇就承認 問責團隊是談過的 談過高官減薪 但是他就說 評估了香港的經濟 其實是向好的 而官員減薪酬的調整 會牽動到私人市場 所以覺得現在最重要 都是要將經濟的蛋糕做大些 做大些個餅當然是對的 媽媽是女人 但是香港經濟 財政出現了危機 市民對前景信心動搖 加上政治因素 社會上是來瞞著一些負面的情緒 不只是財政出現赤字 信心其實都出現了赤字 要改變社會氣氛 信心赤字 經濟難無短期 就是可以很快的 就是那個餅就做大了 現在都這樣說了 赤字都可能是 講講就是下一屆政府的事 陳茂波講到是二百 二百其實都已經不是這一屆政府了 政府這樣的話 其實就要在管治上入手 管治上入手是什麼呢 就是少做一些激發矛盾 負面的事 多做一些令市民的感覺 良好正面的事 那當然了 二十三條上馬 我想都已經是落不了馬了 預算案 預算案就以行色象徵 一日新的開始 但是內容就 沒有一些令人感覺到良好 或者新的開始 一些亮點 預算案基本上都是一些口水花 大便賣 裏面提到每個月放煙花 惹來一些批評 浪費錢 每個月叫煙火 現在成本都一百萬 實際上吸引到旅客的作用有多大呢 2020年的時候 當時特首林鄭月娥和所有的政治任命官員 各行會的非官首議員 都將一個月的人工 全數捐給公益金做慈善用途 一共加盟 一千零八十萬 這麼厲害 現在的特首 年薪就真是計算了 超過五百萬 司長 局長 都真的三四十 三百萬 四百萬 文責官員表現差劣 現在都不需要文責 減薪 犯了大錯 搞到一些事情一塌糊塗 都不用怎麼公開道歉 其實就真是超級壽 超級順功 超級順功的話 都有沒有想一下 回報一下市民 官員只會搞那些高投資 小回報的煙火表演 就輕輕放過了 其實都是一些小小的犧牲 很小的付出 至少可以駁到一些好的 感覺的一些機會 這個其實都是側面反映了 問責團隊那個政治判斷能力 薄弱 腦筋混亂 不掌握民情 陳茂波就把問責官員和高官 混在一談 這個其實都真的難以理解 網媒公開做的這個網上民調 民意一直出緊 一面倒 要求高官減薪 其實這個是不是都已經是公開的提示 提示這個問責團隊 但是這個團隊似乎就真的事而不見 建議就不做 那是不是等運到呢 是不是真的等中央優惠 優惠措施呢 特首李家超 禮拜三 為夏寶龍 送行之後 記者就說 夏寶龍就向社會 傳遞了習主席的一些關心和愛護 傳遞了中央對香港的關懷關愛和香港經濟發展 地區治理的恩切期望 這些說法都不可以當成的 他就說 李家超就說 夏寶龍同時就釋放了一個信息 更多的衛港政策 將會陸續有來 相當之開心講得 管治團隊是不是真的就這樣 就是等這個中央優惠政策 這個和等運到有什麼分別呢 為什麼不認真想想 其實自己可以做些什麼 減薪有多難呢 其實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請繼續comment like share 祝大家週末愉快